水上有白帆啊 啊水下有红林啊 啊水 具体后面还有什么呢 大家记得去听这首太湖美 就水滴 水滴雨下飞 好 忘了 结束 记得说看我的舞台哦 昨晚在央视总台2023太湖美音乐会探班直播中 周深这样介绍自己 周深说 这次音乐会压力非常大 因为太湖美是大家非常熟悉 且很多歌唱家都演唱过的歌曲 但最后还是决定演唱出自己的风格 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当主持人问 对这首歌有什么准备时 周深说 自己在唱的时候会区别于传统的民族歌曲 会有戏曲的一些处理 包括一些转音 会更像戏曲的转音 会扯得很足 也就是意味着 周深全新演绎的太湖美会有戏腔在里面 甚至可能是戏剧版太湖美 要知道周深的戏腔可是非常惊艳的 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光亮 当主持人问有没有特殊的设计或加入自己的风格时 周深巨头说 哇 好大一只鹅 当鹅朝我走向过 走过 流过来 游走过来 过来的时候 我也形容不出来 它的动态应该用哪个动词 当它走过来的时候 说实话第一次我有点吓一下 然后导演老师就提前交代我 他就说你一定要跟它互动 因为它会走着走着转过来 那你怎么跟他互动呢 跟他对视 然后我就顺着他离我的节奏 跟他做了一些互动 我觉得我们的合作还是很成功的 耶 那时竟然不知道怎么形容 大鹅怎么到自己面前的 关键是自己被吓了一跳 导演还要求周深和大鹅互动 然后周深模仿大鹅慢慢转过来的样子 说自己就和大鹅对视了 密切这次要羡慕大鹅了 周深还在现场清唱了一段太湖美 最后周深请大家一定要看自己的舞台 大家记得一定要看哦 以热情出关感光 都像多深得无非 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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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面 啊 太温 罪 loving love 周深 短短四天宣传四个城市 隔之大者 前两天上线的 音源和MVA同心源 是广州南沙城市形象宣传 原创歌曲 已经上线便引起热议 广东多家报纸 如广州日报 信息时报 南方日报 纷纷在明显板块进行报道 说到诗歌 还有2023太湖美音乐会 周深将带来全新演绎的 无锡诗歌太湖美 再往前有西藏宣传曲 同行同网 红旗曲精神宣传曲 如徐等 据悉 周深9月16日将参加 第二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开幕式 短短几天 周深宣传了广州南沙 四川宜兵 江苏无锡 湖南旅游 从城市宣传到文化宣传 到旅游宣传 还有发展宣传和精神宣传 周深正以歌手的身份 用歌声唱响着这个时代 为这个时代和社会服务着 央视说 他是时代之声 名副其实 佩菲老师期望他奔着得一双心的歌手去 以上也证明周深正在这条路上坚定的前进着 突然有一种感觉 歌之大者 为国为民 为时代而歌 你觉得呢 最后还要说一下 周深今日做客动感101节目 快来看看他对歌迷们说了什么吧 周深说有一天 周深不做歌手了 对对对对 对对×2 不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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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听不成这种话的啊 不怎么可以这种 крас匙 我的天不得啊 twitter 悠 Итак.你好 我是歌手周深 我不想再来来周深了 我觉得每天都会问一样的问题 就是 就有一年少管我 然后后来我每年再接着就说 今天有什么金剧吗 今天有什么金剧吗 没有金剧在光亮里 莫听说 有来了 谢谢克里斯 我觉得深深 这过去的几年 一直是很高产的 我一直想问你 工作节奏还适应吗 适应啊当然适应 而且我觉得自己会越来越享受 如果我们比你成一个 正常的打工人的话 大家会有年假 那周深一年会有年假吗 会啊肯定会有啊 周深的年假一年 大概有多少天 我们这行的淡季的时候 年假有多少天 还是会有啦 就可能断断续续加在一起 可能一个月一个半月左右 那还可以 对还可以的 绝对会分开岔开 你觉得自己是个内向的人 还是外向的人 我是内向的人啊 为什么保持了沉默 不是我真的觉得你是内向 你是爱人还是艺人 我是爱人我非常爱 看不出来吗 那你是 ISFP 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对我是呀 对但是你现在就越来越活泼 内向的人也可以活泼 但内向的人在 哪怕在一个陌生环境 我觉得他找到一个 他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通过就是怎么说呢 说服自己 就可以让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好朋友的那一面展示出来 你知道有时候我看你的综艺 我会很代入 我就觉得啊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也会这样 我是一个爱人 然后我可能也会去搜索这个场子 就会害怕尴尬 其实这样 会的 会害怕进了就不要尴尬 因为觉得周深是个温暖的人 会把这些 谢谢 把场子都照顾得很好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对于你来说 什么样的生活叫做好好生活 什么样的生活叫美好生活 我觉得是找到自己的状态和节奏叫好好生活 然后在自己的状态和节奏里追寻到了自己想要追寻的那个梦想 或者是找到了自己想要做那个事情叫美好生活 对然后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然后爱自己让自己的状态非常好 然后再做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 然后又很幸运的可以遇到很多支持你的或者喜欢你的人叫好好生活美好生活 就像我遇到了我的歌迷一样 哇 好会说 特别喜欢看周深的现场采访 活泼开朗 有文必达 言之有物 表情丰富 说话有趣 主持人问 如果周深不做歌手了 周深捂着耳的大喊 最听不得这种话的 看着宝子的样子 又想笑有心疼 周深听不得这种话 米子们也听不得啊 周深要一直做歌手 一直唱歌 为时代而歌 水上有白帆啊 啊 水下有红林啊 啊 水 具体后面还有什么呢 大家记得去听这首《太湖美》 就《太湖》 我觉得《太湖美》这首歌创作也非常好 听旋律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像在湖面上乘着小舟 然后就 随着那个波浪就一起在晃 就觉得很舒服 你就觉得光是听这首歌 它的编曲 它的旋律 就会有一个江南 江南化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非常 不愧是经典吧 就会越作为年轻人再去演唱 重新演绎一些比较经典的歌的时候 你会再度感受到这些歌的魅力 为什么它可以成为一直流传这么久 有这么多版本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来看看我这个舞台 因为我觉得很漂亮 突然开始推荐自己 值得推荐 因为我觉得周深的那个音色 它就特别能够适合去诠释这首歌 谢谢 而且像我觉得您的音色就是比较温婉细腻 而且符合我们无锡这个江南水巷的特点 然后也通过这种演绎呢 我相信能够唱出无锡这座城市 这座江南水巷蓬勃的生命力 我觉得刚才很好玩 我不是说推荐的是太湖三白 刚才唱的那几句歌词里面 没有一个是太湖三白 没事 我们全程了 到时候观众朋友可以到我们全程的歌曲当中去找 到底在哪一句当中有太湖三白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下几句得把歌给听完了 水滴我水滴雨下飞 好放眼 结束 嗨